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禮拜有網友聊到比特幣 你可以聊聊嗎 對 這個上禮拜為什麼很多 我看聊天室很多網友會聊到比特幣 主要就是因為比特幣一度大漲 到了1萬美元 這漲得很驚人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 就漲到1萬之後 它就瞬間 在大概十幾分鐘之內 又跌到8000塊 這告訴你一件什麼事情 告訴你比特幣 它是一個波動非常大的投資商品 所以在投資這樣商品的時候 你要小心 它並不是所謂的什麼避險資產 它不是像黃金像日圓一樣 完全不一樣 它是一個高風險的投資商品 既然網友留言 如果我有看到 所以你們在聊天室 你可以盡量留言 或是在我們影片的下方都可以留言 如果我有看到的 我覺得題材不錯 我就會特別為您來做個一集 來專題 像今天我們就聊比特幣 首先你要了解比特幣這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它過去幾個禮拜 會跟著全球股市大漲 我剛才講了 它是一個高風險的投資商品對不對 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讓你去想要投資高風險的投資商品 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全球股市股市的漲幅 你看不上眼 你覺得報酬率太低了 你想要追逐更高風險 這個時候你才去買這所謂的比特幣 那這樣的前提就建立在全球股市是一個大多頭 沒有人會有那種擔心 會恐懼它會出現大風盤 所以這個情況下 股市債券的報酬率都不夠看 大家都去瘋狂追逐這種高風險的產品 我們以這張圖的為例就知道 藍線的部分是代表是VIX恐慌指數 紅色的部分是比特幣的走勢 你可以發現這一波股災 這一波股災 VIX一路飆升 差一點創下2008金融風暴以來的 行高點對不對 VIX的飆升代表什麼意思 各位 VIX飆升不就代表就是市場 全球股市的崩跌嗎 那全球股市一崩跌了 還有誰 大家連中以股票跟比特幣的風險來對照的話 通常股票的風險會比比特幣來低一點 那大家連股票都不敢買了 誰會敢去買比特幣 所以比特幣就跟著崩跌 所以你可以發現 比特幣跟VIX是一個反向的連動關係 我們再往前推這邊也是 這邊是VIX VIX恐慌指數來到高點的時候 這邊衝上去 2008年下半年連跌的時候 衝上高點 比特幣就往下跌 是不是就可以有反向 那等到這邊VIX開始風平浪靜的時候 比特幣就往上大漲了 VIX風平浪靜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世界就是大多頭 沒有人在恐慌 最明顯歷史在這一段 你看2017年到2018年這一段 VIX恐慌指數幾乎是打在地板上 完全不動 代表全球股市大多頭 這時候 比特幣就拉出了這一波飆漲斷 這一波一度漲到2萬美金 就這一波 哇 狂飆 那當然代表全球股市在多頭的情況下 股票隨便買隨便賺 所以大家會不滿足 不滿足股票報酬率 因此去追求這種高風險的資產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一波也是 VIX一飆升 比特幣就往下掉 因為VIX一飆升代表全球股市開始動大 大家風險一時提高了 就不會去買比特幣 所以你要記得這一點 比特幣對於這個VIX來說 它有一個相反的聯動效果 那對於全球股市來說 如果全球股市走一個崩跌 那比特幣也會跟著跌 全球股市的反彈 這一波的反彈 也就造就了比特幣的反彈 這樣大家清楚嗎 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 那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剛才拿錯了 我怎麼拿鑰匙變成 變成我的 我的這個簡報筆 我們往下看 除了我剛才講的這個原因 我說最近短線的反彈 是來自於VIX的回檔 VIX的崩跌 全球股市回穩 它的反彈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比特幣 每四年有一次什麼 礦工獎勵減半 這是為了當時那個創始人 為了怕這個所謂的 貨幣的通膨 還有包括一個物以稀為貴的概念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比特幣在這個禮拜一 已經開始正式實施 所謂的獎勵減半 原本挖礦12.5個比特幣 已經減半變成6.25個比特幣 當然很多人就會認為說怎樣 在這個減半成就過去幾個禮拜 很多人會有期待 所謂物以稀為貴 供不應求 當你供給的比特幣越來越少了 存量越來越少了 獎益越來越少了 當然物以稀為貴 所以很多人會怎樣 會去卡位這個買盤 會期待比特幣能夠造成未來的大漲 那他們會有這樣的概念是正常的 為什麼 除了我剛才講的物以稀為貴 還有一個你看過去 過去2012年2016年 也都曾經實施國內的獎勵減半 因為比特幣每四年就要一次 那你可以發現2012年減半之後 後面股價 抱歉 後面比特幣價格是有上揚的 在2016年減半過後 更是出現一波狂飆 所以有很多比特幣多頭的人士就會認為 比特幣的獎勵減半 的確能夠推升這個比特幣價格往上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這句話呢 其實藏起來看沒有錯 但短線有點問題 就是2012年剛獎勵減半的時候 他短線的比特幣是沒有波動的 是拖了將近一年之後 甚至一年過後才開始往上 2016年也是 在短線的時候比特幣是沒有上揚的 反正拖了八九個月 甚至一年之後比特幣才開始往上噴出 所以你懂這個時間點了嗎 就是說短線比特幣 雖然開始實施的這個獎勵減半 但是他不會馬上反映在價格上面 不見得過去兩次的歷史都沒有 而是你拉長時間來看 拉長時間來看 存量的關係才也真的 也會影響到比特幣的這個價格 但是要拉長時間來看 所以拉長時間來看 也許未來比特幣在七八個月之後 八九個月之後有機會出現一波大漲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 就基本面來說 就這個過去的 過去的曾經發生過的歷史慣性 會比較符合 那剛才講這個基本面的問題 基本面的理論 基本面的邏輯 那我們來看技術面 老王最擅長的技術面 如果你把過去從2018年的高點 到這個2019年年中的高點 兩個高點畫一條連線 各位這個叫什麼 下降壓力線 你會發現 2020年初的反彈打到這邊 沒有過嘛 沒有過的時候又打了回來 這條線是不是很神奇 那最近的一波大漲來到1萬美元 剛好站上去之後 一兩天不到一兩天時間又跌了下來 所以這個也是沒有順利的站上去嘛 所以代表下降壓力的壓力還是非常的大 那如果你在往下 你把過去的幾個低點 做個連線把它畫起來 它會沿成一個上升趨勢線 整個形態來看就是一個收斂三角形 那收斂三角形我們講過了 有可能往上突破 有可能往下灌破 那如果依照我剛才講這個理論 這個理論就是說 這個獎勵減半的理論 這個物以稀為貴的理論 我認為要灌破這裡的機會是比較不大 那什麼時候可以突破呢 才會是這一波 比如說減半過這一波行情的到來的時間點 那也因為你要等這個突破的來臨 你才會比較穩定 比特幣的漲勢才會比較猛烈 比較持續 這個時候你再去操作所謂的挖礦概念 或板卡族群 我覺得會比較OK一點 不然的話 它其實短線 即便稍微突破 直接下來 等於還在這個三角收斂做震盪整理 我認為 倒是不用太過於照鏡 因為如果這個下降壓力過不去 它還是有機會會集點回來測這個上升趨勢線 所以你要注意 目前比特幣就形成一個大三角收斂 你要等的 就是等它何時可以順利突破 就問我還是有機會會選擇 可以避免看出 這次球其實很濟